这么快便想奴家了 不知那仙兽最近可曾再来这里 你们来得刚好 那小家伙此刻 正在花海深处吃毒果呢 师姐 事不宜迟 莫妖惊吓到仙兽 果然是五毒兽 还有 您认得这仙兽啊 五毒兽可是非常罕见的仙兽 世间少见 他常年以百毒为始 以自身灵力孕育而成的五毒珠 更是可解天下奇毒 若是凡人将五毒珠佩戴在身上 可是虫蛇莫尽 百毒不侵啊 他好像注意到这边了 他似乎并不害怕我们 仙兽 我乃专司御灵之术的名书门弟子 你可愿意与我缔结御灵契约 共同修行 不行吗 仙兽 若您有什么条件 嘿 小家伙啊 地结共存契约 可是对你有莫大的好处啊 你现在这么弱 这灵力共享之术 能让你修炼事半功倍 你要不要试试 别先拒绝呀 五毒珠大哥 我是觉得 天天吃这种毒性微弱的小毒果 多没意思啊 你要是跟这位姑娘建立契约 以后小弟我天天给你找各种各样的毒果 怎么样 你不会是现在就要毒果吧 我身上一时也没带那么多 你将它弃走了 哎呦 和五毒兽缔结契约这件事 你为何比月姐姐更着急 哎 我之前不是说 五毒兽身上的五毒珠 是天下用毒之人梦寐以求的智宝 毒杖权内有天下百毒百解释不假 但是有些剧毒之物碰到就没命 即便有解药也根本来不及用 苗疆医术医毒不分家 毒药也可以是灵药 眼看着我们的敌人一个赛一个的强 我当然得想办法做些好药来保住你们呀 哎呦 没想到你考虑的这么周全 那当然 有几位毒药我想要很久了 可之前没寻到办法克制毒性 我也就只能忍了 毕竟还是命中的 不过谁又能想到现在能遇到五毒兽 如果能佩戴五毒珠的话 那些剧毒就不能把我怎样 到时候我也就能好好研究那几种奇毒了 哎 月姑娘 若是你能和他五毒兽缔结御灵契约 可一定要让他把五毒珠借给我几天 我是没什么意见 可以要他同意与我签订契约 再询问他的意思 况且 现在他又离开了 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 这个别担心 我在他身上放了野鹿蜂 他现在 小家伙跑得挺快啊 已经离开这山谷了 去了哪里 在东北方位 师姐 五毒兽嗜好毒物 还是准备些毒物 再去找他比较好 既然如此 我们就先去寻毒蛊 再去东北方位寻到五毒兽吧 我房间里应该有些珍藏的毒果 拿上几个应该就可以 五毒兽好可爱啊 圆滚滚的 好像一颗小山竹 真想揉揉他的脑袋 等到他与月姑娘节气 小情你使劲哦 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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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快看 这么多毒果 你再想一想 你要是同意当月姑娘的玉玲 我就带你去个更好的地方 那里的毒果比这里多百倍千倍 阿游是想请你帮她研究几位毒物 如果你愿意帮她 不成为我的御灵 也可以的 终于如愿了 那我们走吧 阿游 虽然你继任了拳手 但独障权 毕竟是你们村子 世代守护的重地 我们经常出入 总归不太好 月姐姐说得有理 你先随着阿游 去独障权好吗 那里有更多毒物 可供你修炼 也行 走吧 大哥 天啊 你们终于回来了 阿游 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这个小祖宗 我好心带她 到独障权里吃毒果 哪里想到她身体这么小 胃口却那么大 把整个独障权里的毒 吃了一半 不至于 不至于吧 你 那独障权 没事 没事 用不了多久 毒果就能再长出来 可村子里的制药 会被耽搁一段时日 害得我又被小姑姑揍了 你愿意成为我的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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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便好了 名字的话 名字的话 叫山竹如何 不对 我越想越不对 你这小子 该不会是哄我带你去独障权的吧 你在独障权里横冲直撞 要不是我用法术困住你 你能把毒都吃光了 他似乎会独心 什么 没想到 阿游心心念念想算计山竹 就凡被这个小家伙给算计了 阿游 看来你之前的小心思 早就被山竹发现了 我 我不甘心啊 我说 你真的会读心书 那你倒说说 我现在想的是什么 他说 你脑袋疼 我现在一看到他 就想到被小姑姑毒打 所以还真会读心啊 你回来了 师姐 我回来了 精神不错 看来没遭罪 当日你走得不太情愿 姐妹们 都非常担心你呢 多谢师姐关心 我没事的 师父在吗 我有要事 想请师父帮忙 师父此刻 应该在祭坛那里 你去吧 等等 谁说你能进去了 啊 师姐 阿游他 仙霞派通行令牌 你们可看仔细喽 如假包换 真的是师父的通行令牌 阿游 你怎么会有这个 你从哪里弄到的 自然是我们英明神物的掌门 陈师父给我 这回我可以进去了吗 北师姐 可 可以 走吧 走吧 小师妹平安回来就好 怎么能让她进来 真可惜 这次全当教训了 今天二师姐不在 我还想让她也看看我的令牌呢 你是认真的吗 按二师姐向来严肃的信心 只会把你丢得更远吧 好像还真是这样 还好今天二师姐不在 你对我好无聊啊 父 卢龙府仪以后 你们就不知所踪 消息一传至仙霞派 我便即刻搜寻你们下落 却始终没有结果 让春然费心了 我观上神安然无恙 你们去过泉影村了 上神所重制毒 人界罕见 想来只有在泉影村 才能救治 师父您 我们村的侍应 神掌门也清楚 真人 小丑被掳后 天师们情形如何 此战虽大败天魔女 但天师们弟子 也损伤大败 还未及好好休整 孟章掌门 就派遣许多弟子下山 今后 他自己也行踪过你 孟章竟不在天师们 他此番举动 不仅将先蒙事物 尽数荒废 就连门派内 也陷入群戎无首的窘境 而三位长老 始终言辞喊恶 天师们 怕是出了什么问题 承蒙同道举荐 眼下先蒙事物 暂且由我代行了 这么一想 天师们是有些不对劲 四年前 我在向神掌门求助之前 曾去找过天师们 但当时他们的态度 就很奇怪 甚至连借都没见我 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还以为 是他们没什么真本事呢 求助 我四年前搬来峨眉山下 为的就是求助仙侠派 调查独障动荡时 出现的不明法阵 可是 是 抱歉 毒账权事关重大 当年我不能告诉你 没关系的 你也有苦衷 九泉之事 自当慎重处理 而仙侠派愿助 桑霞氏以臂之力 也正是因为 九泉迁徙甚广 若有万一 人界会受到波及 但你的性子跳脱不济 故 我也担忧会给莫晴 带来困扰 不会不会 我和阿佑在一起的时候 很开心 既然莫晴如此说了 桑霞氏 还望你好好护着她 若是她受到任何委屈 我不饶你 师父 阿佑没欺负过我的 我们还是先说说 更重要的事情吧 沈掌门 我们打算去魔戒找小秋 想求一个 能抵御魔戒杀气的户符 本派劝有致伏之法 不过此符并不常用 库房中 还缺一样材料 是什么材料 青烟村废墟那带 徘徊着一种 被生鬼灭的妖怪 它被击败后 鬼灭会吐出 律律降优的香料 那便是知府所需之王 好 我们即刻前往 青烟村废 我 师姐 你们丢东西了吗 不是我们 是师父的礼于玉佩不见了 玉佩 很值钱吗 没事没事 你就当我不存在 我见过 是很美的一块玉 师父十分重视 弄丢了 他一定很心疼 这玉佩丢是有一阵子了 近日师父先蒙事物繁重 无瑕分身雾脊 却又不想让我们操心 我们也是无意间才知道此事的 师父本来就为门派担惊劫 还要为先蒙的事操心 可是我都帮不上什么忙 要是能寻回玉佩 也算是为师父分忧吧 不错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 连日来我们寻遍门派各角落 毫无所获 我想一会儿去后山祭坛找找看 莫非有贼 不可能 这里可是仙霞派 对 对 二师姐说得对 既然门派里找不到的话 也有可能已落在山道上 情妹 不如我们去山门外碰碰运气 岳姐姐说得对 那二师姐 我们分头进行 也好 那便有劳你们了 无备修行 就是为了除强服务 奇怪 我怎么在这感应到了福祉鹤的灵力 而且这灵力 似乎 在那儿 那上面还有东西 那上面还有东西 等等 那是 是鲤鱼玉佩 这么简单就找到了 好了 这玉佩够了不起啊 还能长翅膀飞 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师父不会责怪 小晴 找回玉佩不是好事吗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 我 总之见到师父再说吧 小晴 那 纸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呀 阿游 你别问了 我不会说的 也不会给你看的 好吧 那能瞧瞧玉佩吗 不行 师父 我们找回玉佩了 你们怎么会 你们怎么会 是阿师姐告诉我们的 撑紧这孩子 真是有心了 除了玉佩 还有一封信 原来如此 来龙取满无以之心 是我的疏忽 却让大家担忧了 我就说嘛 不可能是被偷了 这里可是仙下派啊 那日我正要手术 有一位孤友 心中忽有所感 拿出玉佩看了片刻 恰好 彭来掌门造谎 便匆匆将玉佩震一次纸上 此欲相伴我多年 受仙侠灵气润走 想必 是玉佩的灵气自行催动了 此刻传书之术 那日天狼气轻 是玉佩震驻 开着窗 指贺应是 在这间夕 借玉佩帝子 指贺寻到我的固友 但是姓并未写完 他收到玉佩时 深感疑惑不安 于是回信 向玉佩寄回 询问究竟 师父 对不起 弟子不孝 卓指贺时 擅自查阅了师父的信件 无妨 你们能找回这半对玉佩 我也是万分感激 真人言重了 半对 他原是一对双礼玉佩 这半 是我年幼时这位固有赠云我 不过这就奇怪了呀 既然信是写给神掌门的 那纸盒又在别扭写什么 直接来找您不就好了 这 桑霞是此言何意 我们在山道上就发现他了 正说要带回来交给您 但纸盒好像躲着人 一见我们就带着玉佩往山下跑 确实 看起来他早就飞回了峨眉山 却徘徊在山道上古足不浅 就像是想问又不敢问 这么多年 难为他了 从没有见过师父会这样失神呢 莫晴 多谢你们为我功劳 玉佩既已寻回 你们亦无须为此游戏 师父 那弟子就先告退了 嗯 好 纸盒传书之术 是将寄信人的意念 灌注至福祉所至的信纸上 让纸盒飞到心中所想那人的身边 人族所创仙术 颇有巧思 纸盒感应到了玉佩的灵力 想来玉佩中 应是倾注了师父对故人无尽的思念 何止故人 摆明就是神掌门的旧情狼嘛 这里面肯定有故事 阿姨 你别乱说 当年师祖卸下掌门之位时 派中人才凋零 师父抛去儿女情长 一力担起重振仙霞的重任 他的过往 我们不应妄加揣测的 好好好 我不该多嘴 我听小情的 真人慈怀济世 以门派为重 以苍生为先 真是令人敬佩 所以我也要努力 不能辜负他的期望 大家小心些 看着点脚下 好 是露灵 难道 先救下他 他难道 是啊 娘 危连环 还有身上这些事 明术门呢法器 您就是古板前辈 明术门的后人 你来这里 是为了抓我回去吗 不是 前辈 之前明树门对您做了很多残忍的事 我们万分抱歉 如今 明树上下已醒悟 不会再作恶了 我受明树门极大压迫 你们早就是一群风魔之人 岂能真心向善 古白 结气之人身故 契约便应自动解除 你何以被强留在明树门 几代之久 你 也是玉灵 难道你不知明树门中有一法术 可将玉灵契约 转移给指定的人 这便是 子子孙孙 无穷尽言 无耻 我身上的这些法器 也是作禁锢之用 重获自由后 法器断裂剥落 但一年岁过久 有的便一直欠在我身上 虽仍有刺痛 但与自由相比 这痛何其轻微 现如今我只想好好修炼 早日成仙 你们走吧 古白前辈 还请允许我替您拿掉这些法器 让您再也不用被这些邪恶所扰 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我只是想恳求前辈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可以弥补明树门的过错 古白 我跟着这个小丫头 就是为了观其言行 看他们是否真的改过子新 她和以前那些名树贼子完全不一样 你大可安心 我还将共存之术交给了她 让她学会真正与御灵共享灵力 你若想成仙 也不妨和她定下契约 更利于修炼 我与其他御灵皆获益良多 阿湛前辈 本山神只是想帮帮古白而已 你真心实意想赎罪 是 好 那便与我签订契约 帮助我继续修炼 多谢古 得道飞升始终是我心中夙愿 徘徊山林之间 虽能平静度日 却到底不是我真正所求 你明树门既然愧对于我 那就助我完成心愿 我这就帮前辈解开这些法器 重新解气 我并未原谅明树们 只是讨要你们欠我的罢了 是 我明白 好 那吧 确实将有相无误 制服上需一些时间 你们不必在此等待 在完成后 我会让墨经给你们送去 那我们现在回明树门 查阅火箭兽的卷宗 不服劳烦真人了 到时候我会送小晴 一起去明树门 该完成后 可以再见古柏前辈一面 若他知道前辈回归 一定会很高兴的 古柏前辈回归宫 好久不见了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明树门 现在竟已如此了落了 我这把老骨头 也做不了什么 我这把老骨头 也做不了什么 幸好情书争气 明树门有他在 明树门有他在 一定会慢慢复兴的 你愿意回来 难道也是因为 我不是来故地重游的 更不是来帮你们 壮大明树门的 我为求先到 才与你孙女签下契约 如果她实力太弱 无法助我 我自会离开 自然 自然 明树门绝对无半句怨言 你老了许多 其实我并不憎恶于你 你师父将契约 与束缚之术 传授给你时 隐瞒了真相 你也算是被牵连的 罢了 过去的事无须多言 你且保重吧 爷爷 您也不要太过忧心 古柏前辈 对现在的明树门 尚不能完全信任 但我会尽力帮助他修炼 相信终有一日 前辈能看到我们的诚意 今天重见古柏 一时想起很多旧事 我会房间单独待会儿 青叔 你先去忙你的 不用管我 好 火仙兽的事需要尽快查密 我去书库查门派纸 师弟 你大兵出狱 对门派点击也不甚熟悉 还是先回房休息吧 好的 师姐 是有事情要交代 去祭坛看看吧 还是有种毛毛的感觉 总觉得二师姐会从哪个角落里 突然窜出来 我丢下山 我来了 丧小事 这段时日多有劳烦 您客气了 小晴偏信纯良 打探神将消息这种事 她的确做过来 我暗中帮衬小晴 还能顺便调查那个法阵 这是天大的好事 只不过没想到小晴去见月姑娘 就直接撞见了休吾 我也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能找到神将 让莫晴去明书门见友人 是因为会推定休吾有可能在明书门 神掌门神迹妙算 这也能推定 只是猜测 神族不耐人借灼气 因此喜好灵力丰沛之地 她既不在天师门 那或许在附近灵气充沛之处 而天师门附近唯一的一处小仙境 就是明书门了 只是没想到 莫晴图月姑娘一同去了北方 结果触动了心事 不过好在 总算找到了阵法的线索 以后若有消息 也不必同月姑娘等人隐瞒 这是抵御煞气的护符 请僧侠师明日 和莫晴带去明书门 多谢神掌门 即便有护符 魔戒之行也是凶险万分 莫晴涉事未深 我并不放心 我会保护晓晴 绝不让她受伤 然我将莫晴托付于你时 你并未应允 其实我 我已经继任独障全首 等事情结束之后 就得回村子去 这一生都不能出来了 所以 能和晴晴再相处一段时间 我就很知足了 不管她把我当朋友 还是当 总之 她都没必要 同我一起绑在那里 脑下师 莫晴虽晚熟 但并不愚钝 你只需坦诚相告 并等待莫晴的决定就好 我知道了 那你今晚好好休息 望你们此行顺利 晓晴 她会愿意跟我回全影村吗 这时候她应该在小良亭那儿 去找她吧 我就知道如龙君 一定与独障通道有牵扯 事关晓晴的兄长 我是现在就告诉她 不行不行不行 没有十足的证据 只会让晓晴为难 更何况 这些事情也和晓晴没有关系 你在做什么 阿勇 你还在山上 有掌门令牌在 魏师姐也不敢对我怎样 你要写信吗 我 一直没有给大哥和二哥 传消息报平安 别写了 你那两个哥哥 脸色那么凶 脾气那么差 让他们担心去 让他们后悔去 可是 他们是真的很担心我 我就想报个平安 好吧 毕竟是你的亲哥哥 老人 离敌宏 到许猪 给你 这帮你 你帮我把人家活了 来 可以 你和老人家们 或许谁 这种能够的 能够的 还可以 甚至不过 都过去了 况且 你已经帮了我好多了 你还记得 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吗 你不是说我阴成个脸 看起来凶巴巴的 那时候 我刚出村没多久 莫大哥的事 一直压在我心上 我不能释怀 也不想释怀 所以那时候变得不像我 每天只想着 如何能复仇 直到那天 凶兽闯到了青年村 其他人都吓得要命 我以为你会哭会跑 却没想到 你虽然害怕到发抖 但还是挡在了我身前 你可真傻 比我挨那么多还逞强 如果我没有引蛊 如果你师父师姐们 没有及时赶到 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 可是 我是仙霞派弟子 我有责任保护青年村 保护阿游啊 对 你说得对 就因为你这样 我猜 你猜怎样 阿游 阿游 我是说 你师父不是说了吗 以后你受了委屈 你还我试问 阿游 我的修为已经大有长进 不像以前那样弱了 你不用担心这个的 那就多靠你了 如果你学习 你都认为你 你修为了 我说你 居然是 你听过来 有为了 妈妈 比你高兴 你眼看 还要尽量 对 我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要亲眼看到他无恙 才能真正放心 但若要前往魔界 必须要由火仙兽相助 方能抵达 去魔界 魔界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 这 这不行啊 爷爷 小秋救过您 我们怎么能放任他不管啊 孙女 你跟她能比吗 小秋是神子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带走她的又是大魔女 你要以一切凡人之躯 去同这些神魔战斗吗 爷爷 我看这天魔女 似乎无意伤害小秋 他们或许并非恶徒 他们不伤害小秋 可对你呢 他们毕竟是魔呀 这 小秋的安慰 爷爷其实也担忧 但在爷爷心中 最重要的还是你 就算别人会骂我没良心 我也不能放任你去魔界 你是我唯一的孙女了 请恕 爷爷 我知道 您一直以来都最关心我 但现在 我有御灵 又有朋友们相助 我不会有事的 况且 我想保护小秋 不仅仅是因为她救过您 更因为我真的很心疼那个孩子 我想保护她 当年你爹 也是这样信誓旦旦和我保证的 可最后 却和你娘遍体鳞伤地回来 我耗尽修尾 我耗尽修尾 也没能救得了他们的性命啊 爷爷 请恕 如果找不到火仙手 你会放弃去魔界吗 我会竭力寻找其他方法 你这孩子 跟小时候一样 脾气还是那么矩 你爹娘去世后 我又修为散尽 名书门 是名存实亡啊 看着你一天天长大 我也曾想过 如果你像普通人家的姑娘一样生活 会不会更好 可你八岁时苦心钻研 终于将巧灵孵化出来 爷爷在一旁看着 既替你开心 又有些担忧 也正是自那时起 我已明白 你终究不会只做个平凡女儿家 我越是一脉 若是当真就绝于此 那便应当是天意 尽管先休息吧 啊 爷爷 此去魔界并非儿戏 若能通过我名书门的试炼 我便将火仙兽制给你 朱雾 虽然你与青书因共生之术不可分离 但此次试炼 这些试炼 还是需以它为主 明书门的发展壮大 都源于祖师自创的御灵术 而这项试炼也与御灵有关 但试炼内容我已不知 你需要请出四位御灵 他们会给你试炼 嗯 自明书门走了歪路后 这些和我们相关的试炼早丢了 亏你还找得出来 我少时观古籍 还不明白此试炼的用意 如今才知晓 明书门帝子月清书此去魔戒 需要诸位相助 自然也关乎诸位的安危 若他不能获得各位的承认 便算作试炼失败 那便我先来出试炼吧 月清书 我与你节气便是为了修炼 你只需证明自身实力 我便承认 我曾在花五牙修炼过一段时间 那儿有种特殊的花腰 可作试炼 好 比之童族法术更为轻深 万不能轻深 谨遵前辈教诲 谨遵前辈教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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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小七只喜欢和厉害的 又聪明又强壮的人一起玩 小七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好朋友 如果你能完成他们所有挑战 也会变得厉害 等你再聪明一点 再强壮一点的时候 再来找小七吧 小七的好朋友长得和小七很像 你一眼就可以认出来了 你想不过等你再 这本书 我好像以前没有见过 几次查阅点击 都把书库翻乱了 有时间还是要整理一下 这是月寒山的手记 古百前辈 您说 这是爷爷的手记 历代掌门都会记录玉玲修行的情况 以前怎么从没听爷爷提起过 他自然没脸提这个 他接任掌门时 我是明术门仅存的玉玲 我有时故意沉睡数日不醒 或索性不吃不喝 还想要什么修行 前辈 以前那些事 时光不可倒转 明术门犯过的错 又岂能追悔 你若真有心弥补 就好好助我修炼 让我早日飞升 如果可以完成前辈的夙愿 爷爷也会很高兴的 月寒山 我看他现在整日闭门不出 与废人无异 爷爷是因为风湿腿脚不变 山路难行 所以才不下山的 你们明术门创派 不就是为了求先问道吗 像他这般 古百前辈 燕归谷那儿有一种清风疼 时之可以缓解风湿的疼痛 多谢前辈指点 这是从燕归谷找来的清风疼 时之可以缓解风湿疼痛 呦 这看着真不错呀 乖孙妮有心了 全凭古百前辈指点呢 我不过是提了一嘴罢了 谁让你真去找了 谈不上什么指点 我都懂 都懂 你虽然不中用 不过这小孙女还算可以 经过这段日子的共修 我确实觉得灵力精进不少 明术门造孽无数 还能出这样一个弟子 真是奇迹 古百 你是原谅我们了吗 哼 再观后效 情书啊 多亏有你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您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让古百前辈 重拾对明术门的信心 不会再让他失望了 嗯 爷爷相信你 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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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呀 拔这下跌落 你怎么知道 是掌文说 你小时候为了捞一个灵果 掉进 不要再说了 你已完成古百的试炼 陈锋 你来出题吧 好 好的 我觉得主人很好 可是我不擅长战斗 怕不能很好地帮到主人 你能不能带我去挑战一些武林输土的妖怪呢 如果在属性克制下也能帮主人打赢 那我就放心了 嗯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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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机会 嗯 处高就签 不可恭喜 不可降 不可攻击 无上 行 太妖魔了 不可行 剑化 关光 顾上 人真厉害 也多亏了你为我治疗 帮了我很多呢 你已完成 陈锋的试炼 到我了 你的实力 本山神都清楚 不用别的试炼 说起来有些好笑 但本山神 却是有些想念 裂风谷了 不知道我不在的日子里 那些小友过得如何 你就跟我回裂风谷瞧瞧吧 到了那儿 我再看看有什么试炼给你 好的 前辈 老大 你可早回来了 我们被人欺负了 怎么回事 你们可是本山神罩着呢 又是那几个老鼠打你们了 区区鼠辈 也敢欺负本山神罩着的妖怪 这些不也是老鼠 他们之间有派别之分啊 不是的老大 我们跟你修量这么多 他们早打不过我们了 那怎么会欺负了 是这样的老大 他们说我们只会打架 不动脑子 就和我们下棋 我们哪会下棋啊 就一直说 他们就嘲笑我们 他们说的话可来听了 我要揍到他 又被满苏呼气 好气啊 他们不知道哪里搞来一本欺负 天天研究 当然比我们强了 老大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哼 竟敢如此 岳丫头 这就是我的试炼题目了 帮我找一本厉害的棋谱 一定要在下棋上赢回来 老大威武 好 棋谱 卢龙府往来伤人众多 去那里看看吧 您这里有棋谱卖吗 巧了姑娘 我连这盘罗都说清楚了 我们这里正好在做一个 关于围棋的游戏 只要你能答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就送你一本棋谱 不能直接买吗 今天的话不行 要买的话明天再来吧 今天只送不卖 怎么样 姑娘 你要答题呢 我试试吧 好 只要答对我们三题就行了 第一问 孟子中提到的棋手一秋 是美国人 答对了 很厉害呀 不错呀 小姑娘 最后一问 答对了 就能得到棋谱了 我们这里的忘忧轻乐极 之前卖多少钱 啊 这 这也是围棋知识吗 忘忧轻乐极 就是棋谱啊 毕竟我是卖书的嘛 哈哈哈哈 都答对了 那这本忘忧轻乐极 就送给你了 谢谢 嗯 这一本 让他们读透就行了 我们回去吧 好 老大 你们拿到了吧 月丫头 给他们吧 可要好好看 别输给他们了 谢谢老大 谢谢月姑娘 我们苦独七日 一定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嗯 不用谢 好了 也完成我的试炼了 回去和月寒山说吧 心意相夺 互相信任 对 祖师与玉灵一道的噪音 已即巅峰 后人实难忘记相悖啊 你完成哈战的试炼 只差最后一个了 乔铃 到你了 你真的就这个要求 一颗灵果 普通的灵果就可以了 嗯 行吧 反正它不管去哪里 你都愿意一起 乔铃 嗯 这就是最后的试炼 谢谢你 乔铃 好 你通过了试炼 现在 我便将火仙兽至交予你 去做你觉得正确之事吧 月姑娘 萧武兄弟 我们来了 见过月掌门 月掌门 叫我阿游就可以了 嗯 好 你们也和青叔一起去世吧 此为火仙兽所在地 嗯 以前有名名书弟子 游历至东吉兰渊时 遇到过这种仙兽 东吉兰渊是在东海的那个深渊吗 可火仙兽怎么会住在海里 不清楚 不过根据记载 东吉兰渊有许多漩涡 虽然看着不大 但受不明灵力的影响 犀利极强 一旦卷入 难以脱身 幸而当年那名名书弟子 由风雨灵相助 最后才能拼命脱离漩涡 不过 也是由此契机 才偶然窥见火仙兽的存在 哼 明明是火仙兽 却躲在海底 喵啊 比我还会藏 前辈 您有办法应付海底漩涡吗 这还不简单 空水的事 难不倒我 小家伙 到时候 你可莫要拖本山神的后腿 不会的 我一定会努力帮助大家 那我们出发了 一切消灭 我先为上 这是福焦的 神掌门帮我可多了 他知道我一直在查 引起独障动荡的那个法阵 还让我看了很多阵法方面的书呢 原来阿佑真的懂阵法啊 那当然了 我什么时候骗我的 有劳前辈了 有劳前辈了 我能感应到此处有风铃力流动 按典籍所说 散落周遭的明珠法器 与海底杂热灵力相连结 要先将明珠附上风铃力 再置入对应的双鱼同环中 方可激活同环 主人 我可以帮你控制明珠 那便辛苦你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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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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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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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此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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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